每个人的人生当中 不都该拥有一段浪漫又美好的爱情吗 为什么老天爷就是如此的捉弄人呢 还以为我也可以好好的享受这短暂的青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俊宏偶然间看到了壁画的现实动态 才发现两人看了头一场电影 在鼓起勇气按下回复后 你也来看这部 对啊 你也是吗 对啊 对啊 E team いや我还在那边见 am 其实 其實,我喜歡你很久了 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好啊 嗨 嗨,怎麼了? 不好意思,那個 俊宏他不太舒服啊 你自己講吧 一開始原本以為有一些小感冒 然後我有去吃了一些藥之後 發現狀況沒有越來越好 反而越來越糟糕 然後最近都會覺得發燒 然後會覺得頭暈又想吐 你是變瘦很多啊 對 有去量過體重嗎? 我剛剛有去量 有瘦? 有,有瘦了 啊,最近在臀部還好嗎? 最近的表現就很不好啊 很糟糕啊 所以看是不是要大家去看個醫生檢查一下 我看有需要 不然去醫院做個檢查好了 好不好 拿到報告後 不知想說的捐號 怎麼了? 有電話 沒有,不知道怎麼說 我自己看過這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沒有,不知道 都是我們支付業吧 什麼意思 說的是被蒙愛谷底的喔 說的是被蒙愛谷底的喔 鑽堂的附近看到兒子這幾天一致消沈的樣子 於是心中有了打散 爸,我不在了 嗯 鑽榮請坐 兒子 爸爸想跟你聊一聊 嗯 知道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 但看到你這樣悶悶不樂的 我們很擔心 我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要三四二後行 絕對不能這麼衝動 既然遇到問題 我們就一起面對 那這段時間 你就去國外 好好調適心情 好嗎 爸在國外找了一個非常棒的醫師 你在國外既調生 也調性你 爸希望你 就在國外完成你的學業 然後瘋瘋光光的回來 你想做什麼 爸都支持你 爸爸愛你 我也愛你 嗨,好久不見 最近好嗎 前陣子真的非常抱歉 我不應該糟蹋我們這段感情 我思考了很久 如果我當時能夠克制自己的話 或許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我爸說 要送我出國治療 這段時間 真的很謝謝你 給予我快樂的回憶 也感到很抱歉 對不起 吵架後的這段日子 我們都很痛苦吧 希望你可以快點走出這段傷痛 你是一個很棒很善良的女孩 你會遇到更好的 真的很對不起 之後 一定要加油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兒子 走了 對不起 我要走了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